左敦封區罐頭刀事件 這件事令香港市民說有沒有搞錯 特區政府給罐頭我們不給罐頭刀 這件事是非常直接的 但很多市民都立即說有沒有搞錯 全部都是這樣說的 有二拉罐的 是二拉罐頭刀事件要澄清 所以從這些情況下 大家覺得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營的電台 拿著香港市民的公帑 而且它有部份也是公務員 是不是因為它炒得難 而令到他們肆無忌憚地 做錯都沒有受罰 給私營的機構裡面你做錯 我立即炒了你 所以剛才我想說 特首一人間你可以不回應 因為你的回應可能都是說約章 我們會跟著去做 所以問題簡單 就是希望特區政府 了解公共行政之中的基礎之中的基礎 就是了解問題的存在 所以我想問這條數學題 就是看看 就罐頭刀事件而言 四罐頭有三個二拉罐頭 全部罐底向鏡頭 然後這個記者 剛好又報道 罐頭都是缺失 還剛好有兩間的傳媒 就有一間SCMP 就知道這張照片做假 就不小心 就不對公眾道歉 而這個香港電台還要出去譴責聲明 譴責香港的正常人 他們覺得是沒問題的 這個機率有多低 那特首你又會不會這麼巧 又覺得這件事再乘多個0.5都覺得沒問題 而不跟進呢 多謝主席 剛剛所說的二拉罐罐頭刀的事件 其實應該是要作出一個即時的反應 如果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特區政府 第一我不知道這個時間有多長 如果還要等三五七年的話 特區政府在這個這麼抗疫艱難的時機 你還要給香港電台多滑幾多次 才肯有些即時反應快的動作 令到香港市民對你這個特區政府的管治 能夠增加信心呢 沒有信心 剛才好像一開始李慧琼議員所說的 說什麼都沒用 那太好了 大概會再一下 ヽ ノ 然後我們再次按一次 只可有不像 腳忌 押了 可以 要sa 然後